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历是正月二十六 下周三就是初一了 希望大家多吃素 多念经 好 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 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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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你好 请师傅稍等 今天我们开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师傅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好听哦 师傅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同修们在Facebook上面红发 然后有很多海外的初学者 以及刚刚就是想了解我们法门的人会提问 然后会有十多位同修发金座管理员负责解答留言的问题 大多数同修都很禁职 然后有三四位管理员的回答可能不太恰当 有的同修态度比较敷衍 但是他们很愿意经常回答问题 然后负责这个Facebook的同修就想把这几位同修请退 然后沟通下来对方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请师傅开始怎么样处理好又不要结恶缘 那很简单了 经常啊回答 让他们去回答好了 你以为人家不会分辨呢 他如果自己不开悟 他在上面乱写 他很快就倒霉了 听得懂吗 你要告诉他 你们因为现在在Facebook上 如果如果有悟到的情况 你们自己会倒霉的 如果你们要精进学 把自己不断的改进 回答人家问题如理如法 那你不但没有啊 没有这种灾难 你还会有功德 你把这个原因告诉他们 他们就会改变了嘛 对不对啊 嗯 好了 那如果沟通下来 他们还是没有改变怎么办呢 没有改变你就让他留着好了 什么关系了 人家比他写的好的话 人家当然看好的了 哦 他只要不要反对 不要乱来 他乱写 那就把他把他抵立掉 把他去掉就好了 哦 好 好的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开始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师傅念礼伯大畅悟文 可以消业障 那我们的业障 有一些是导致自己身体疾病的 有一些业障呢 是导致自己跟别人有冤解的 又有导致感情产生问题的业障 那我们平时消的业障 到底是根据什么来决定 现在念的礼伯 是消哪一方面的业障呢 没听懂 嗯 就就是 我们念的礼伯大畅悟文 就是可以消业障嘛 但是我们的业障有很多原因形成的 有身体方面的业障 有 有冤结方面的业障 又有感情上的业障 那我们平时念的礼伯 对 消的业障 是消哪一块 这个是由什么来决定啊 他不管 他消你的果呀 也不消你的阴呢 比方说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不管用什么方法 你让苹果长大了 对不对啊 人家栽苹果 但是栽的苹果 又不是栽你的树苗了 又不是栽你 还没长出来的时候 那个东西了 听不懂啊 就是他可能是捅 捅一下子 我们不用去管的 不管的 他专门有 他们专门有对果的问题的 他会处理的 好的 谢谢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有个同兄 他晚上跟不在求 就是问他的莲花 还在不在 然后他就梦考了 就是梦考了 难以之讯 他没有过 又梦考了 吃素 吃素过了 请问师傅 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莲花还在不在呢 这个还不懂啊 这个还不懂啊 就提醒他 你已经掉下来了 这个是已经掉下来了 你已经不符合了 听不懂啊 他知道的 他给你梦考的话 他知道你考不过的 你很多人 很多人给他莲花 摘上去 在男女知识上 很快就莲花掉下来了 听不懂啊 哦 这样 哦明白 谢谢师傅 那师傅 还有位同学也是 他没有跟菩萨 求莲花的事 但是他自己做梦 梦见 他就是像开花会一样 看见有很多很新鲜的 开得很好的 那个百合花 在花瓶中 他自己手上拿了 大概一两只 他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花 后来因为什么事 他把这个花就放下来了 等到他回来再找的时候 发现找不到 后来找来找去 在一个就是有荤菜的厨房间里找到的 那朵花上 就是花不是很多了 大概只剩下一朵 还是还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就他在想 是不是因为跟他那个最近 帮他婆婆就是烧了一些荤菜有关系 有关系掉下来 我告诉你莲花 莲花掉得很快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莲花太纯洁了 因为莲花就是天上 种在天上 你想想看 人家有不如理不如法的根 一上去 你说它能不掉下来吗 听不懂啊 哦 那这位同学 他平时就是他自己吃素的嘛 是因为他婆婆身体不好 然后婆婆最近就不太开心 觉得他们在老是吃素 同学就为婆婆烧了几次 但自己还没吃 也不一定莲花掉下来是这个问题 但是至少 它在境界上掉下来了 一般莲花都是在境界上 或者行为上是指男女啦 偷盗啦 这种东西比较厉害 哦 嗯 好的 谢谢师傅 开始 然后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那个 就是请问师傅 关于发心的问题 不过 大家都参加法会 想做义工 大家都知道义工的功德很大 有些人是为了帮自己 精力功德能够消业障 那有些人呢 是为了帮助师傅弘法 他并没有想得到什么 只是为了出力 让法会更圆满 请问师傅 这两种发心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呢 两种发心 还是要看他的发心最重要 因为如果发心只要正的话 都有功德 功德都很大 做到和没做到 当然人家做到功 做到义工的人 肯定比没做到义工人 功德更大一点 大家同样发这个心 但是做到义工的 那肯定有功德 比那个没做到的 义工要功德大 嗯 哦 那师傅 那有些同学 他做义工是默默无闻的 就背地理物法会付出的 就是他可能 并没有穿义工服这样做 那他的这种功德 跟那种根据 在明确上的义工 有什么区别吗 应该没大的区别 因为如果在默默无闻的做 你必须自己跟菩萨要讲呀 你自己一讲 你就等于穿上红衣服了呀 这还不懂啊 就是说你今天默默无闻的在做 你说观世音菩萨 各位护法 我默默某现在在做功德 也是为了法会 为了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那你这样一做的话 那上面就把你记功德了呀 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父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你不想讲吗 你就不断的念那个 这个功德保三神都呀 把它转换呀 把它转换呀 加强呀 转换 明白吗 明白 谢谢师父开始 主任师父就是 你有时候在节目中会说 就是如果在谈恋爱的时候 女人的聚伤是最低的 主任师父是只有女的会这样吗 就是男的会不会 如果只有女的会是不是 这本身都是让女的受报的一种方式 对呀 因为其实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男女智商都会下降 男的也是傻傻的 女的也是傻傻的 听不懂啊 是这个概念 都会傻 都会傻的 并不是单单女的 女的们更痴情啊 女的就已经傻到痴了 男的是傻 女的是痴于痴的 发痴 听不懂啊 嗯 听懂了 好 先师父开始 然后那个就是 还有问题 师父就是有位同修的女儿 她梦到有一个地方 有很多的尸体 她女儿还在帮忙 就是在分针的尸体 尸体是一块一块的 还有 她还吃了一块 她的爸爸也在那里 但是她爸爸没有分到肉 只分到一些血 这是什么意思 在下面啊 下面去境界了 完了 嗯 很不好 说明她两个人 现在学的非常不好 当中已经碰到一个节啊 很快要有个节过来了 嗯 哦 就是之前 之前同修生命到 她女儿有 有药金者 然后帮她许了一波 一达二十张的小房子 但是 你后来没拉得及念 可能拖 就是跟不下许愿 又拖时间了 跟这有关系吧 有关系 反正节很快就要来了 嗯 叫她赶快念掉 好的 好的 谢谢师傅 嗯 还有就是有一位同修 她的儿子四岁多 她呢 看见她自己的哥哥 跟她妈妈说要许愿吃素 她自己就学她哥哥 就是在晚上跪拜的时候 就跟普通说 她要吃素一百天 嗯 当时她妈妈都不知道 后来那个 她妈妈就跟她说 你以后 约缘的话就不能吃肉了 这小孩就就不乐意了 就请问师傅 她这种能重新许愿吗 嗯 她这种本来许愿就没什么作用的 哦 这种小孩子在没有学佛当中 没有用心去许愿 这种愿力没有用的 根本不能成就大事的 明白了吗 哦 哦 明白就没什么用啊 嗯 明白 好 谢谢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 一位同修 他每次给他儿子 刷大解烟结的小房子 当天 他儿子就会被小朋友打 嗯 要么就会被他父母亲就是臭骂一个 结果师傅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 就是正在解决他的化解他的冤结 如果没有这些给他化解的话 他以后儿子不是打的问题了 平常捉弄了 真懂吗 哦 就是一点点的在 我问你 这个人病已经病得很重了 医生说要做一百天的治疗 每天要打针 我问你每天打一针的时候痛不痛了 嗯 那么等到你一针针打的话 不是在削你的病吗 现在妈妈给他一念姐姐 到这里就有事情 不就是在削吗 嗯 那就是说这小孩 恩姐挺多的是吧 那当然了 肯定了 哦 好的 谢谢师傅 嗯 然后 还有就是一位同修 他很想去香港法会 然后他就梦到有一个女的 很很严肃 拿了个本子跟他说 你不是想去香港吗 拿两万美金 请问这是几张小房子 两万美金 四到两百张 哦 这么做 好吧 嗯 谢谢师傅开始 然后还有 还有问题是 就是请 请师傅开始 西方极乐世界 是很多学国人 努力的方向 呃 如果不执着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按照 佛法的教诲 宣修实修 脑子里根本就没有 西方极乐世界的概念 那么等到此的时候 就是会去哪里啊 是按照修为 增测到其他世界吗 就是按照你的修为啊 你要按照你的修为 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 照样去 你修为好的话 你不 你不求西方极乐世界 他也能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否这么就到 圣文道啦 圆觉道啦 菩萨道啦 佛道啦 就这四道呀 听不懂啊 嗯 嗯 好的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是不是 就是 是不是 只是一个修行的落脚点 还是说是我们修行人 最终的一个归宿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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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超脱六道 佛道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佛道 哦 西方极乐世界 只是 阿弥陀佛 用自己的境界显化出来的一个 这个幻化世界 就像我们现在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世界不是 这个讲起来这个世界 对不对 这世界有多少国家 你说你投人开心不啦 但是你说有些人投出来的人 还不如畜生呢 嗯 那对不对啊 有些人投出来 就就就就被抓到监狱里去了 有些人投出来 就就就被人家弄卖卖掉了 卖卖到很远的山区郊区去了 你说他受苦受难一辈子 对不对啊 嗯 从样是人呢 同样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 他也是在四圣道里边 划出来的一个地方 听得懂了不啦 嗯 你现在要修 我们是要修出六道 并不是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要修出六道 修出六道就永不轮回了 听不懂啊 嗯 嗯 明白了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现在要修到人 你至少可以投到这个人胎啊 明白了吗 你不修到人 你投到畜生道了 你变这个马了 搬个牛了 搬个驴了 对不对啊 嗯 就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听得懂了吧 嗯 听懂了 师父 你要是修出畜生道 变成人了 你永远是人了 那你就不会做畜生了 哦 开心啊 那现在同样的道理 你照你们修出六道 超多六道 那你就是神啊 神仙啊 就是菩萨了 就是 就是那种我们天上的护法了 那你完全就以后永远不会再轮回了 那你说开心不了 嗯 开心了 好了 就这样了 嗯 好 谢谢师父 开始 嗯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同修他念礼佛大上伟文时候有一个意念 意念就告诉他 呃 公敬佛像 礼敬佛台 是治疗 功高我慢的尿法 有的人家里条件很好 但是舍不得供很多水果和香炉 这本身就是一种傲慢 不能把菩萨的慈悲 就是很任性的去对待 呃 对待菩萨是需要敬畏的 同样对待师父也一样 不能因为师父平静人就毫不顾忌 对师父也一样要敬畏 这是消除傲慢的修行方法 请师父开始 嗯 这个绝对是 不是大护法就是菩萨讲的话 这是完全对的 嗯 这个是非常治理名言 这个这个这个概念很清楚 你知道吗 当你用很恭敬的心在给菩萨换水呀 一点点水都不能漏出来呀 很干净的换花呀 对菩萨这种啊 嗯 你知道你这个心啊 已经在菩萨道了 所以 嗯 你就会 你比方说你像一个董事长 他会这么做吧 对不对啊 他牛的不得了 有钱有有有事的 他回到菩萨这里 他不会恭敬的 你是你是穷人的话 哎呦 说我有菩萨要保佑我 所以对菩萨恭敬的不得了 那么所以治疗功告功告我 慢慢就这个道理啊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董事长 很有钱 你对菩萨很尊敬 很忠诚 你是不是放下自己的功告我慢了 对不对 嗯 对 同样师父也是一样 你们对师父的尊敬 也是应该这样 不应该 就是说师父对你们 平易近人 对你们孩子很可爱 很喜欢你们 你们就对师父就可以 可以可以 不尊敬了 对不对啊 对 就是这样了 对 很多人 接近师父之后 好像师父 师父好像要跟我们很随便嘛 他也随便了 你说可以吧 老师 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 很认真 下课的时候 跟同学很随便 同学上课的时候 就可以不听老师了 嗯 嗯 嗯 师父 我想问个问题 就是如果以前 比如说在法会上 看到师父 就刚学的那话 就是自己就可能会 就是 就是 就是很 就很开心啊 或者很没有顾及 或者怎么样 这个没关系 就是说分尖尖的 这个没关系 如果现在看到师父的话 心里有一种 敬畏感 有一种就是 就是有一种 挺难怪的感觉 觉得自己修得很不好的那种 这个是 这个是 进步还是退步啊 进步啊 进步了呀 当然进步了 这个还看不出来啊 过去风风天天嘛 就是因为 一种欢喜感 一种 对菩萨的一种尊敬 对师父的一种尊敬感 这也无所谓的 你现在呢 修得好了 对不对啊 你就有一种敬畏感了 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 自己的境界在之后 但是 如果看到师父 会有种很难怪的感觉 就是 就是说 说不出的感觉 以前就可能会很乏喜 就现在就是 挺 挺伤感的感觉 那很简单了 因为 就好呀 因为你已经了解到 师父的心了呀 你已经知道 师父吃了很多苦了 你心疼师父了呀 说明你跟师父更接近了 我问你一个人 心疼一个人 是不是这个人 跟他感情特别好 才会心疼了 现在还不懂啊 过去嘛 就是看到人家外表呀 听不懂啊 嗯 就是说明你修得好了 像弟子了 爱护师父了 觉得师父不容易了 师父很可怜 很辛苦 所以你看很多义工 他在那里 他不会像人家这么疯疯狂狂的 他就一直流着眼泪 就像你现在 他就很心疼师父 他知道师父吃 为人家吃了很多苦啊 他不舍得啊 他就一直在流眼泪啊 听不懂啊 嗯 对对对 这没事 对 嗯 他们很多义工修得特别好 真的特别好 就是从来不会自己去想 你那时候 正在马来西亚法会 这么大的场地 专门有同修 义工是专门去打 就是清理厕所的 他们都不能念经 就这样 其他义工可能还可以念经 他们就完全在厕所里呢 就一直在那里 就是洗最脏的东西 一直为大家付出 真的是很感恩他们 你知道啊 现在很多义工真的很好啊 他们这种 就是以后上天啊 这些真的很好的孩子啊 真的 在那里一动不动的 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就是站在那里 这些孩子真的以后 都是天上的护法啊 所以你以后看到 人家上去的时候 为什么你们上不去啊 那就是不一样的时候啊 你听得懂吗 你看看他们那些孩子 拉在那里 很多的 很多的女孩子 很多的老妈妈 做义工 被人家挤过来挤过去啊 真的 流着眼泪 一句话都不讲的 真的很感动 师父看着他们很感动 总是给他们加持一下 听不懂啊 听懂了 听懂了 好好向他们学习 感恩师父 师父 还有个问题是 就是 有一次录音就明说 生完孩子 如果那个同学说 让他把 他回家 找个地方埋掉 要给胎盘超度 念小房子 21张 想问师父 这个是个案 还是说 生完孩子的人 最好都这样做 如果你有胎盘 你当然应该这样做 你死掉的孩子 他烦你怎么可以放在家里啊 拿个水流着 开玩笑了 他都好像是 生好孩子之后会有的吧 这不是 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 这个你们不懂 生完孩子的话 有的人 把他胎盘留住 就是说 给医院里啊 放在这个药水瓶里啊 这种啊 一般的 他到最后 送给你 还给你 一般的女人哪有啊 没有的 不生孩子 就是正常生孩子 没有这种胎盘的 听得懂吗 哦 哦 方式这样 那如果就是 有胎盘的人 他回去超度的话 也是念21张吗 他怎么写呢 抬头啊 就怎么写啊 21张啊 就怎么写 就写自己的孩子啊 写下就这样 就写自己的孩子 名字的孩子 说我们就好了 哦 好的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开始 然后好像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上次 有位同修 他把碰符藤 问您 就是说 你要他念 说他47岁 可能会被癌症 要念 六千叶礼佛 跟七千张小房子 请问师傅 他这个七千张 是专门针对 那个官的 就是另外自己 还要不要在里面 保平安的小房子吗 官的 保平安的 没关系 一起念 嗯 全部全部 没关系的 哦 好的好的 好的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开始 感恩师傅 我没有问题了 好 再见 再见 嗯 师傅保重身体 再见 再见 喂 你好 师傅 师傅 7292号 必须的这师傅 请安 师傅 你好 你好 师傅 讲吧 师傅 讲吧 哎呀 刚才没听到师傅讲话 那个 我 我也打不通那个 头通电话 就是我想问了 上回你跟我父亲 开出的那个什么 小房子是92张 我念了100多张了 我们家有人说梦 就是梦想我父亲是 不是老的那个样子 是那个 年轻的那个样子 哦 那好了 已经往上升了 往上升了 往上升了 嗯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嗯 呃 然后我还有几个 那个问题 就是说 那个阿修罗道的人 多长时间 他是会偷 或是偷人呢 或是偷其他的道啊 阿修罗道的人是这样的 他也有到了时间 要下来偷人的 但是呢 他是按照几百年 几百年算的 啊 几百年 一般的到一千 一千年都可以的 实际上 就是说 看你在阿修罗道 在哪个阶层 你明白了吗 嗯 是这样 嗯 嗯 当然师傅 还有一个就是 肚子里的那个 错了 师傅 就是那个怀孕的人啊 他那个肚子里的孩子啊 就是那个 他那个 哎呀 怎么说 师傅 就是那个灵魂 他什么时候能投进去 是他投生孩子的时候 那个投进去吗 还是他一怀孕的时候 就投进去了 一般的来讲 是一怀孕就投进去了 哦 所以有的叫 哦 同样的 所以在地府里面 有的叫击杀鬼 听得懂吗 哦 击杀鬼是 你看见你们两个 夫妻有 啊 这种 他有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 只要这个 一一一成 一成 为一个胎 成为那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 呃 那个对 那个胚胎 胚胎了 马上他就进去了 这叫击杀鬼 有的呢 有的呢 等他 等他稍微 慢慢长大一点点 他才进去 也有的 基本上 哦 基本上 他的时间 不能 不能少于几个月的 所以一般的 真正胚胎成型 有灵魂的话 也就是在 一个月 到两个月当中 也就是在六十天当中 肯定胚胎 已经 有灵魂进去了 听得懂了吗 哦 明白 师父 哦 还有一个就是 护身符的事 就是 带着这个对 呃 是 我 我有一个月的 那个观世音菩萨 上一次 去马来的时候 师父 开过光了 要是带这个护身符 行不行 还是 就是带咱们那个 东方台的那个 那个 必须要带那一把 呃 都可以 你把开过光的 可以给那些不幸的人 啊 明白 就 月的可以给别人 但是你现在 学心灵法门的 你当然有自己的 观世音菩萨保护你好了 傻子呢 听不懂啊 知道吧 师父 还有啊 师父 我想问一下 嗯 就是 比如说上枪 呃 拜佛的时候哈 有的时候呢 就是 就这个眼睛一闭啊 就是那个菩萨 是一种立体的 非常清晰的一种感觉 这个时候呢 自己 在拜佛的时候吧 也容易激动 就是要想哭啊 那种感觉 还有呢 就是枪也打卷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我的心在动 还是 真的是菩萨 来了呢 当然真的菩萨来了 谢谢 那你是看到 偶然的看到呀 那台长天真看见 就是这么 我看 台长看见的话 也是掉眼泪的呀 看见菩萨 看来菩萨来了 你知道你多感动啊 就像看见 很遥远的母亲 来看你一样的 这种感觉呀 听不懂啊 是是是是 是是 是师父 就那心里 他那么一日 就那种 哎呀 说不出来 但是确实是 要做我的人少 那个时候 我就想跟你听 当你看到菩萨的时候 你就觉得 人生真的没意思了 你就觉得 我一定要到菩萨身边 我觉得人间 什么都可以舍了 那个时候 菩萨的能量 加持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是感觉到 完全是觉得 人真的 完全是可以舍掉 没有一样东西 是值得你 能够拥有的 和爱 永远爱 爱他 执着的 不让他放掉的 听不懂吗 是师父 是师父 就是 给你一种 那种精进的 那种尽头 对 就是 师父 感恩师父 嗯 还有一个 就是 嗯 不好意思啊 做了一个梦 梦见呢 这个小房子 是困买的小房子 但是上面是 签的那个 我妈妈的那个名字 后边进证的那个地方 呃 那个那个 就是念证的那个地方 然后呢 就一 两台数字出来了以后 给了一个什么证呢 是七折 是不是这个小房子 念的 不是太好 对了 打折了 还不懂啊 打折了 打去折了 那是我梦的 我做的梦 是我的什么 打折了呢 还是我妈念的小房子 当然你妈了 当然你妈念的打折了 你都看见你妈名字在后面 不是她打折 你打折啊 我跟她说了 说了以后 我妈妈又从头 一遍遍对的经文 捋 她念的这个经文 我说 我也 我也从头捋 我说反正咱们是念的 这个经文里头 出现什么情况了 可能拉字啊 或者是脚的不听啊 那这七折 总比那些造谣 就是什么都乱点的人好啊 嗯 打恩菩萨 打恩师傅 嗯 还有一个就是 我很多年前啊 被车撞了 撞了是我骑着自行车 给你打车撞了 我说正痛过去的 然后我呢 就飞出去了 飞去折眼 我是嘴巴 我的地 是怎么飞出去的 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飞出去以后 我都受伤 就是软组织 损伤了一些 我想我现在 我学佛了以后 我就老想我这个事 当时我是33岁 这都二十多年了 我就老想这个事 我说 是不是当时就 有菩萨保护我了呢 不然的话 我的车子全部压碎了 嗯 菩萨不保佑你的话 你会活到今天啊 你没有菩萨保佑的话 你今天会学到心灵法门的 这还不懂啊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嗯 嗯 还有呢 最近啊 不太亲近 不是不太亲近 就是那个 怎么 就是这人呢 就一段 特别的 很清静 很 一个清静的去念佛 哎呀 觉得什么事没有 一段时间呢 就是哎呀 就是有事 就看人家怨人 就是有出现了事的 就容易出现了一种 怨人的那种心 是不是这个时候 有磨上身的呢 对啊 对啊 自己修的 还是 有的时候就看白话 佛法吧 就说呀 师父 这不讲的清清楚 对吧 你怎么还有人间的想法 去想这些事啊 对啊 说自己 对啊 好好学吧 学无止境啊 修心无止境的 一直到天上去 还要好好修呢 何况你在人间呢 听得懂了吗 明白师父 明白 那我有时候跪在菩萨那天 我也去请菩萨加持我 我说我这个人 反人辱胎 能说自制力不强 然后师父 不是 让菩萨帮助我 那个去除我的杂念 这样说行不行 可以 可以 可以好 师父 我把您的那个 照片也摆在菩萨上了 这样没事吧 对你 不好 不好 不要妨 啊 不要妨 你可以经常拿出来看看 啊 书上都有 不要去弄在菩萨上 否则对师父不好的 那好好好 那我赶紧拿下来 这个师父 那我赶紧拿下 你要知道 你这样的话 你这样的话 就是说师父会 省耗很多的功力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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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赶紧 因为我是肉身 我现在是肉身啊 没办法 你听得懂吗 明白师父 我没有肉身就很难有很多像佛的那种大的力量 所以有时候我只能用法身来救人 你说我的肉身能救几个人呢 听得懂吗 是是 师父 您说这个 我又想起来了 哎呀 人家都老做梦到师父 我呀 就是做梦 梦到师父的时候少 但是都是关键的时候梦到师父 一个就是 就是我有一次就是体验完了以后 所以我的甲状腺就是有节节 有问题 哎 就梦见师父了 师父给很多人在看病 后来我说师父 你也帮我看看病吧 师父过来了 就对我卡着我这两个甲状腺 这么揉了两下 还有呢 就是我想打师父 突通电话的时候 师父就来了 就很很关键的时候就梦到师父了 但是不能常梦到 常梦到 常梦到就 常梦到就说明你身体常不好 啊 少梦到就不让身体好吗 对不对啊 还以为是我自身有问题呢 我真有问题 但是看见师父 有的时候一想到师父 看见师父的照片上 就想我的师父多辛苦啊 就老想这个事 太辛苦了 我的师父 辛苦 你们好好念经 好好学习就好了 很多人还在导致 知道了 很多人还不好 静静 师父更辛苦 明白了吗 是 是 师父 好了 还有一个梦 师父 就是我很多年前做了一个梦 梦念我好几 就是很早以前的一个熟人 他呢就过摩托车撞死了 然后就是过了 过了以后 然后他就梦到他来了一下 后来呢 我就说那肯定是跟我要小房子啊 但是这人并不是特别熟 就是认识 我就给他念了几大小房子 又过了一些日子 又梦到他了 就是他开了一片很大的花土 还跟我那个意念中就说 那个你要你要什么样的花啊 然后那个意念中就说 要什么什么样的 但花也没长出来 都是绿色的青青的东西 这个梦好不好呢 这个梦说明他 你给他小房子 他就收到了 收到了 收到了 但是呢 他还想要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但是你是不见他的 好了 明白 明白了 明白了师父 好 师父就这些问题 感恩师父 师父保重 师父保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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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 钱的什么利益交易是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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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不能有钱的交易 明白了吗 这叫恋财 明白吗 对啊 问题是这样子的 就是A同修 比如讲 A同修 他是有一间店面 然后就是 他租 租一个位置 给那个B同修 做生意嘛 然后就是 A同修 现在听到说 恋财的这个问题 他就怕这样子 做会不如理不如法 但是他没有收 B同修的钱 然后B同修就说 补一点 就是说补一点钱 给这个A同修 但是A同修还是坚持 不要就是说 要那个B同修 自己另外找一个地方 这个其实没有必要的 实际上这个是可以的 比方说 A同修正好要找个车库 对不对 那么你正好有个车库 你就只要按照 正常的价钱给他 就可以了 这个不算恋财的 恋财是什么呢 恋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自己在卖东西 卖不出去了 你找自己的同修来卖 听得懂吗 OK好 听懂听懂 或者呢 就是说 自己把东西买来之后 再高价卖给人家 或者帮人家做什么事情 为人家收钱 那这个都叫恋财 听得懂吗 OK好 明白 听懂了 师傅 就是还有 OK 这个我会叫同修听 就是因为他怕这样子做不如理不如法 所以他就叫 没关系 这个没关系 这没关系的 没有关系 还有一点啊 就是这个 这个同修 他是做那个 代理变化 变化线的嘛 然后就 我 他没有跟我们交生意啦 只是我们知道 他是有代理这个变化线 然后我 我就是想到说 反正我也是要申请这个变化线 我就说 不如给同修 做了这个生意 所以 我就有跟他申请 这个可以的 这个可以的 可以吗 这个可以 但是 他就是同修 就很怕 他说 你听我讲 你要把那个用心 你听我讲 你给他没关系 你如果到外面去帮他 再找很多同修 跟他讲 就不行 你就造成了他的恋财 如果有人正常的 要正好要电化线 找他 那就是属于正常的 如果他去问人家 跟他 大家说 哎呀 同修们 你们要什么来找我 你就是借佛恋财 听得懂了吗 听懂 哦 嗯 明白 好了 还有一些问题 也是关于 钱财的 师傅 就是 同修之间 他们就是 要 订那个糖香 然后就是我们这里 马来西亚 就是 没有卖这个糖香 所以同修就叫我帮忙订 因为我会 上网 订购嘛 然后就是我订的时候 我就是全部那个 价钱 因为汇率 就是说 换人民币的汇率 呃 有所变动的 我全部就是我每一次换钱的时候 我都有打印出来的汇率 嗯 然后就是我打印出来了 然后算个价钱就是 除以我们呃 总数是定多少喝的香 但是没有说算取同修的 钱 只是说 这样子 当同修定是如理如法嘛 而且没有三个人的见证 哦 那就可以 有三个人见证没问题的 OK 没有没有 师父 我是说 没有三个人见证 因为我是在家里啊 你是在家里 你在家里打出来 啊 再找两个人见证 就可以了吗 家里 不是啊 家里是 我啊 打老同修 他们住很远 很远 你不要这样讲 你 你同修多得很啊 你打出来 拿到观音堂去 说我现在同修 这么做 你们帮我做个见证 人家做两个人签字 就可以了 哦 明白 就是说 我拿去观音堂 叫同修见证 就可以了 对了 对了 你因为 然后就是我 几次当同修 定的时候 我好像 之前是同修 金钱给我嘛 可是师父是说 不要这样子做 对不对 不要碰钱嘛 如果你 如果你少的话 就没关系 比方说 你帮人家 请一点箱 三个人见证 明白了吗 你比方说 从网上多少钱 打下来 把它打印下来 把它copy print下来 print下来之后 你就自己 拿到观音堂去 那我帮这几个同修买了 那这一共多少钱 一共多少 我没赚一分钱 然后 你叫其他两个 帮你做个见证 然后你就可以收 他们这点钱 好了 哦 明白的 好的 谢谢师父 还有就是 哦 就是我之前 订的时候 都是有个 菩萨报告 这样 如理无法 当然如理无法 我告诉你 你只要跟菩萨报告了 你自己心里明白 你如果 你如果 赚钱的话 那菩萨会 无法成为惩罚你 你不怕 你就可以跟菩萨讲 如果你 你心不如鬼的话 你不敢跟菩萨讲 好了 嗯 因为我是 我是想到他做的不如理不如法嘛 对 我就问一下师父 这样子做行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你不要说你台长 什么事情都跟菩萨讲的 嗯 就是我觉得 师父啊 对啊 不管什么事情 你跟菩萨讲 就是师父吧 同修 帮忙买东西都好 就算是 有时候我就说 后面尾数 我就不算同修嘛 大家互相帮忙嘛 然后我就会跟菩萨报告了 就是说 我跟同修买了什么 只是说 想帮助同修 你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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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如果 如果你们观音堂有的 就叫观音堂去买 如果观音堂没有的 观音堂不够的 或者你帮人家买 你不要一千多万 帮人家带你 这种不大好 明白了吗 对 好了 明白 我就是怕 最后最弄 好了好了 嗯 哦 好的 没问题了 还有 哦 还有 有一点问题 对不起 师父 我现在才想到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同修 他很 许愿 不发生嘛 然后他有一天 他不知道 情况下 他不知道 吃那个鸡蛋 是 分食的 不是有两种鸡蛋 有一种鸡蛋 我们不可以 素食的 不可以吃的嘛 嗯 然后他不小心吃 下去了 算是违宴吗 他问 他吃个洗蛋了 是不是啊 洗蛋 嗯 洗蛋就是里面 有小鸡子 他怎么吃得下去啊 啊 不是不是 那个什么 那个 呃 我们这里的叫 那个 什么鸡蛋呢 鸡蛋有两种 一种是 师父说可以吃的 还有一种是 不能吃的 服小鸡的 能够服小鸡的 不能吃的 啊 啊 对 可是他里面是 没有小鸡 就是说他 不知道他吃下去了 算是违宴 啊 因为他体验不下分嘛 啊 好了好了好了 这个 这个要念礼佛嘛 就好了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以后当心点 好了 啊 我又跟他 我又跟他说了 但是是啊 OK 我就是叫他念礼佛 对我没事了 对了对了 嗯 好的好的 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 好 再见再见 好 啊 没问题了 谢谢师父 拜拜 拜拜 你好 喂 喂 你好 喂 喂 啊 你好 喂 喂 讲啊 喂 讲啊 嗯 听得见不了 听得见不了 啊 嗯 是师父吗 是啊 嗯 我的天哪 先打通了 嗯 师父您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讲吧 弟子里 是想要跟 菩萨唱会 跟师父唱会 我修得很不好 嗯 请佛 他原谅我 亲身会能够原谅我 我就是经常会懈怠 然后脑子里总是很多很多杂念念经的时候非常非常多杂念 你经常懈怠吗 你上不去啊 你先经常懈怠吗 你经常会倒霉啊 听不懂啊 是的 所以你人家不经常懈怠 人家经常不经常倒霉 人家一直努力 人家一直很好 就这样了 所以你现在还是你自己倒霉 听不懂啊 我知道 嗯 我就是念经的时候很多很多杂念 我好像就是脑子里有很多不好的意念 经不下来 怎么克服 怎么克服啊 太贪了 人家的事情脑子里放了太多 这个人就是所以太贪 听不懂啊 我知道 嗯 请师傅骂骂我 真的 太贪心了呀 没什么的 有什么话讲你们的 每个人都是贪心啊 人家的东西都是真的 以为都是真的 你带着走不了 哪一样东西带着走啊 爸爸妈妈在这走不了 比你走得还早呢 孩子以后会对你好呢 都是缘分 对不对啊 我知道 知道 知道又不做 知道又不好好努力 又不好好修行 知道有什么用啊 我就是求菩萨说 拜师以后 我就是求菩萨说 给我偷个梦 让我看看天上 有没有莲花 但是我一直梦不到 我就很怕 我的莲花是不是掉下来了 像你这种不精进的人 很容易掉下来的 除非你不做 特别大的坏事 你如果做一些 特别大的坏事的话 你很快掉下来了 经常邪淫掉下来 经常偷盗掉下来 经常旺语掉下来 听不懂啊 是的 是的 我知道 好了 自己没办法 要好好努力的 修行 我告诉你 师父引进门 修行靠个人的 还是靠你们自己的 我怎么天天逼着你们念经啊 靠你们自己念的呀 是 好了 我一直求菩萨说 能打通师父的电话 没想到真能打通 师父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放生 现在 就是说我们有 我有度几个人 那他们好像就是说 我去放生的时候 就喜欢跟我一起去 然后因为 我是打电话给余老板 然后因为数量比较多 就先 我是放生的前一天晚上 在打这样子 就是说比较 不会让他说很多时间 去捞那种临时的 小的鱼 然后我们去放生的时候 就是各自 属于各自撑 各自付钱 然后一起去放生 这样子 可以吗 应该可以的 不要去借助钱 这种钱不能捞的 这是全部人家都 人家全部都有业障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就是怕这样子 不知道有没有如理有法 所以 可以 你不要去碰钱就好了 好的 好的 还有 我有一次 就是说 我看到师父的白发 和老板上说 功德漏尽 无用处 然后我就 想一想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功德 有漏 然后我就做梦 梦见 好像在地上有一个 有一个地方 有三个 就是地漏 然后梦中 一面说 水可以在那个 那个地漏里面漏得很干净 是不是我功德有漏呢 对啦 漏啊 绝对漏了 漏了一塌糊涂了 那我 主要是哪些方面 哪些方面不经济就会漏 听不懂啊 我还怕我那个 放生这方面 有没有漏 你要是练财的话 我劝你赶紧把这些 练的财 全部给我放生 你用不到跟我讲 你现在跟我讲的话 你说没有没有 护法诚全听到的 如果你要是说 你敢说的话 我告诉你 你在造口验 接下来护法诚 马上给你惩罚了 你在台上面前 最好不要说没有没有 你就我就警告你 你就自己记住就好了 对不起 想骗我啊 你还骗护法诚啊 你不要开玩笑好吧 有好几个人打电话进来 太太打太 我肯定没有肯定没有 好了 回到家就倒霉了 你去看好了 不要跟你跟我开玩笑的 我是无所谓的 听不懂啊 对不起师父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你赶紧把那些 搞不清楚的钱 你赶紧去买鱼 赶快放掉 去人家放掉 自己放掉都可以 否则我告诉你 你会帮人家背的 听得懂吗 知道 很多人死掉了 你还不知道啊 现在还在收啊 一个个都在收啊 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 所以很多人 死掉 吓得我吓得来 都不敢告诉师父 因为他知道自己练财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好好努力啊 好了 嗯 好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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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 嗨 师父好 师父好 嗯 嗨 师父好 弟子弟 暗示牌照请安 师父 嗯 嗨 师父好 我打开 师父有这么几个问题 想问你 嗯 就是说我们 有一句话叫心愿 心愿吧 这个发心和发愿 有什么不同呢 发心发愿吧 心里要有 才会有愿力啊 你如果心里没有的话 你哪来的愿呢 对不对啊 你心里要原来 原来要有的东西 你的心才会上心 所以你看这个愿子也是的 上面是一个原来的园子 对不对啊 你原来心里有的东西 你通过你的心 那才叫愿呢 明白了吗 愿 嗯 啊 哦明白了 其实这个愿比心还要强烈一些 对啊 因为你是 不 哎 是你要记住了 是那个 嗯 首先你要有心 啊对不对啊 心撑着 对对对 原来的本性 就是你的愿 所以其实你发出来 所有的愿 全部都是你本性当中 应该有的东西 所以叫愿 哦 明白了 嗯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师傅我就想问一下 你看现在不是 呃 很多同修不是打您图腾节目吗 嗯 有的莲花已经掉下来了 有的莲花快掉下来了 对 现在他呢也比较 就是说是比较担心 自己的莲花掉下来 那师傅您也说是 要问这个社会 问观世音菩萨的 嗯 你想怎么办呢 如果他们的莲花掉下来 莲花掉下来 没有什么办法 最好办法嘛 就是重新拜世 也没什么 那现在这个莲花掉下来的 同修可以再申请重新拜世吗 现在 重新拜世嘛 就是要有一个仪式的 要要要 要签个表格的 所以现在的表格 我们还 我还在问菩萨呢 怎么弄法 因为掉下来的话 也没什么难为 请谁也不认识你的 你自己只要 自己再拜就好了 啊 没办法的 我告诉你 就是举个简单例子 你做做事情的话 对不对啊 你做做事情的话 你已经被开除党籍了 你只能再重新录党啊 没办法 师傅 真的是 还是菩萨母亲 再比我们 再比我们机会啊 真的是这样 师傅 但是不可能 是不可能好几次机会的 最多一次 就是这样 而且 而且要看他 而且要看他 悔改的程度 他如果这种人 只是说 我要把莲花种上去 他下次还会掉下来 要彻底的认清 前一阵子 为什么会掉下来的原因 要写的很深刻 你才有可能 再给你重新拜世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师傅 在不把你图腾的前提下 怎么判断自己的莲花 是否掉下来呢 很简单了 整天倒霉啊 整天倒霉 而且 碰到倒霉的事情 就倒霉 碰到倒霉事情倒霉 肯定没莲花 因为有莲花的人 碰到事情 你去看 怎么样代表你有莲花 哎呦 差一点点呢 哎呦 真好的 哎呦 要保佑呢 你看本来要出事的呢 那你看到没事呢 莲花还在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其实就是这么 就是用到倒霉的事 别人也遇到他身上 而我就没有遇到 是这样吗 师傅 对啊 对啊 你如果你们几个人 一起坐车子 他撞伤了 你没撞伤 那你肯定电话没下来啊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啊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只会开始啊 还有一个方法 师傅 还有一个方法 就问师傅打经电话 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自己问菩萨 托梦呀 托梦如果搞不清楚 托梦如果搞不清楚 那你又可以打电话 现在问梦 星期六 星期五 都可以打电话问 星期天都可以打电话问 明白吗 嗯 明白明白 那师傅 你像这个 如果他求菩萨 给他梦境 菩萨不给他梦境 是不是代表的这个人 有什么代表意义呢 如果他求菩萨 呃 要做梦 要梦境 基本上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会都会有有梦的 如果有偶然的 有些人没有梦境 就是没上没下 也就是没有掉下来 哦 没上没下 就是说他求菩萨 慢慢莲花怎么样 他虽然梦不到 但是不代表莲花掉下来 没有没有 肯定就是说没掉下来 没掉下来 哦 但是如果你只要做了梦了 你就要根据梦来考虑了 啊 你可以打电话来 这个我一定会回答他的 这个这种电话比较容易打嘛 哦 明白了 明白 师傅 哎 真的是这段心灵法门 这朵莲花真的是来之不易啊 真的是要好好珍惜啊 多少人 多少人不珍惜啊 现在 现在知道要紧了 现在知道本道 碰到369了 碰到自己生癌症了 就知道这朵莲花 你不要说这朵莲花 你就这份地址本子 你试试看 多少人拿着它 你看看看 马上做梦 马上梦到菩萨 多少人呢 哎 身体不好呢 伤风感冒 咳嗽 放在身上睡觉 照样 照样 照样马上好起来 这个都是人家自己自己弄的 又不是我叫他们弄的 对不对 哎呀 是是是 哎 师傅 是是 是的是的 哎呀 感恩师傅 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 真的是这样 嗯 师傅 那观世音菩萨 净瓶水啊 就是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 有个净 他不是观世音菩萨 拿着净瓶吗 净瓶里的水是 净瓶水啊 还是净瓶水啊 还是琉瓶水啊 师傅 您跟我们说说吧 净瓶水实际上就是琉瓶水 净瓶水 哦 因为观世音菩萨 可以拿着这个净瓶水 人家称为啊 这个 这个琉瓶水 也可以的 净瓶水啊 杨柳汁 只是只是撒这个水的 明白了吗 是这个概念 明白了 现在很多宗教 那个西方教呢 他们也是撒圣水 那个我们中国的伯教呢 现在拿着很多老法师 也拿着 拿着柳叶 拿点水 是的 人家人家撒撒 实际上这就是跟 跟那个 跟那个泰国的泼水节差不多了 就是谁泼到 那个幸福之水 是的 那师傅 那老法师拿着那个柳汁 这样撒的时候 有效果吗 那我就 我就举个例子 你就知道了 吃不拿个柳汁撒 对不对 好 有效果吗 你说肯定有 有有有 那么现在 我找我们东方台 秘书处的小朋友 拿一只洋柳汁 给你们撒撒呢 那不一定有 看他们的修为 那好了 那好了 你就问我那个问题 那人家老法师拿 要看这个老法师的修为的 这个老法师是高僧的话 那他当然有效果 那弄个小和尚跑上去 这么撒两下 那是下雨 下雨 那师傅下次开法会的时候 你也给我们撒撒吧 我这个气场比撒水还厉害的 这个气场最重要 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 对不对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来吃的开示 谢谢你 师傅 就是前几天不是有一个 同学不是打图疼吗 他身体有病 师傅说 等他干净些 再找观世音菩萨治病 他这个干净些 他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请师傅开始一下 干净些 说明他脑子不干净 哦 身体可以不干净 脑子不能不干净 身体比方说 很脏 菩萨重要来帮你 来把那个脓弄掉 把你身上的不好的东西弄掉 但是你脑子不干净 菩萨不来啊 明白吗 哦 主要是脑子干净 师傅 对对对 脑子不干净的话 这个这个这个出大事的 真的要出大事的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师傅 就是我再问一下 就是你以前开始过 邪淫啊 杀伤啊 欠感情这啊 都会折兽 那如果犯这些 这种错误的人 是不是要 要加面圣无量寿呢 因为师傅以前开始过 生无量寿 可以延寿 这种情况 是这样吧 师傅 百分之一百折兽的 这个没办法了 因为 因为就我 我只能举例子 你们自己去理解吧 一朵花 嗯 开一次 是不是要泄 泄得早啊 如果你这朵花 天天开 是不是泄得更快啊 是的 是的 你这朵花 每天都开 开开开开 干嘛很快就泄掉了 所以 人跟人的感情也是这样 对不对啊 所以时间长了 你一定会出事 明白吗 就是这样 哦 哦 明白 那师傅只要犯这些错的人 就是应该需要多念的 圣无量寿了 每天 对啊 自己还要严寿啊 否则的话 老得很快啊 这种事情不能玩啊 人群出生事的话 我告诉你 一年一年的折啊 折起来很快 啊 一个月 一个月的折啊 啊 就是这样 哦 那师傅 如果你想有些人 行出生事 行一次折多少寿呢 啊 这样看的 有的如果是 如果是 自己真的 真正的夫妻 那就折的比较少了 有的时候 人家说几天呢 都有可能 啊 哦 但是呢 一般的 比方说不是的话 偷情的话 那折的一个月了 就是这样 哦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 谢谢师傅 特别开设 师傅啊 就是问一下 就是说 呃 师傅开设 要远离吸你气的人 如果我们 度人时 碰到正好 是会吸 会吸我们气的人 怎样保护好自己呢 还是 还是不要去度 吸我们气的人 不要去度呀 那这种人 你感觉到他 你一听他讲话 你就觉得很讨厌 很难过 你一听他讲话 你就觉得 好像他 他的情绪 已经影响到你了 你赶紧就溜了 不能再度了 赶紧避开 啊 度不了了 啊 这个人跟你 一拉住 你就不停的讲啊 讲啊 讲啊 哭啊 哭啊 那这种 你的好的气场 全被他弄掉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谢谢师傅 赐财师 师傅 是不是业照 从百分之七八十 消到百分之二三十 很容易 但是从百分之二三十到百分之十以内 消的就比较难了 是不是越 业障越小 越少 消起来就越难了 请师傅开始一下 你这个是 你这个讲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那个有得理的 因为是这样的 越干净的话 越看得出哪里有脏 你这件衣服整个都是脏的 人家就不知道哪里脏了 你这个人的脸上全是麻痹 全是一颗一颗点的 你说你说你找哪一颗是干净的 等到你脸上已经很干净的时候 你说会有一点点脏的东西 你马上是不是就看见了 是的 对不对 这道理都是一样 越干净越能发现你的缺点 那越干净越难修 是这样吗 师傅 对呀 越修到上面越难 这是不容易 你能够修到百分之 修出百分之之内的话 二十之内 那你已经上天道 已经是不容易了 那么你再修到百分之十以内的话 那你肯定超出六道了 明白了吗 真的 师傅 是啊 你像师傅给我们种的这朵莲花 我们在人间 如果比如我们这些新的学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你比如你现在三十吧 你活到八十岁 还有五十年 这五十年真的是修行如理薄冰啊 五十年 哎呀 这个莲花真的是 我感觉就好难 对呀 你能够保持住这朵莲花的节白 你不是开玩笑啊 这不得了的 所以这个环境啊 你就不能去看了 不能去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了 不能去说那些不好的话 这个完全要很自律的 你这个人才能一辈子才能修成啊 所以修行绝对是特别特别特别难的事情啊 是是是 哎呀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次被开示啊 师傅啊 就是有一个同修问了一个问题 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几个同修建了建了个群 每天在群里公开向菩萨忏悔当天做的措施 同时也对其他同修起到一个警惕的作用 目前同修呢感觉这种方式挺好 但是这样是否如理如法 这个群是否可以继续保留 师傅回答的是这样回答的 这种做法会导致同修家交互悲业 不如理如法 其他同修只要你亲了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 就会帮你悲业 就像西方教的神父接受很多人过来忏悔 我错了等等 师傅要悲业的 那请问师傅啊 师傅我们平时看一些重病同修的忏悔完 师傅会导致替别人悲业呢 以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这些同修写的忏悔完呢 请师傅开始一样 写的忏悔文 只要写出来入纸了 天上已经给你挂号了 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已经是作为天上显化给人间 让他们觉悟的一个文件了 就是一个好的东西了 一个宝贝了 听得懂吗 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纸入纹 天地皆知 明白了吗 我明白明白 就是这样的道理 那么你如果讲来讲去 哎呀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 我忏悔啊 我曾经跟那个女的怎么样怎么样 你说对方这个男的 他一听怎么样啊 就像很多人现在看那些强奸案的 看那些不好的东西 他根本不是一种 抱着一种很可怜 很可惜 好像怀 感到人家女孩子很可怜那种情绪 他是去看里面的情节 你说你不是害人家吗 是的 是不是 所以你要忏悔 你不能跟一般人忏悔 你跟神父忏悔的话 那因为他是神父 他是神职人员 对不对 所以 现在我们学佛的人 师父都不要你们跟我忏悔 你们最好跟观世音部 他直接忏悔 那更好 你为什么要去跟人忏悔啊 他人自己都搞不清楚 你就跟他忏悔干嘛 是的 除非他写出来的那些忏悔文 他是跟自己 完全跟天在讲 然后天在发布给众生看 那么让众生来感悟 来不犯不合适 那是两个概念 明白了吗 两个概念 师父你刚才讲了 不是写着以指纹的形式写出来吗 但是如果他们也不写指纹 就是写出来 就是录音的形式分享出来 可以吗 和写指纹的形式写出来一样吗 实际上 我已经讲过了 相互之间 相互之间这样总不是太好的 哦 是 因为你们是人 你们没有到这个境界 没办法 对对对 举个简单的例子 过去老师经常 说小朋友们 大家相互批作业 好了 大家都批得了一塌糊涂 根本人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作业 你怎么帮人家批啊 好了 是吧 是吧 谢谢师父 师父 您上一次不是录音中说 就是说 法布施功德最大吗 法布施排第一 就是说你给人家发几本书 人家看了 真的是功德无量 就是你有七个人看了 就是七个七层宝塔吗 师父 那如果这种这种形式 用到网络上 如果人家学了 也是有七个人学了 也是 他他功德是七层宝塔 师父 并不是说七层宝塔 就到七个人当中 只要有一个人看 一个人悔悟了 你就是救了一个人了 就是七层宝塔 一个人就是七层宝塔 救人一命 七七佛陀 就是讲的救了一个人 你就有七层宝塔 明白了吗 那师父 就是如果在网络上 发着做法布施 如果他学了的话 你也拥有 这个人学了的话 因为你的法布施 学了也会 也会有七层宝塔 对 是吧 百分之一百的 百分之一百的 哦 其实 其实这个网络法布施 挺好的 还厉害啊 现在网络 法布施 是最好的平台啊 这是菩萨给我们的 真的是这样啊 真的是 哎呀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慈悲开示 嗯 下一个问题 哎 师父 问一下 嗯 您不是以前 我问过您 您不是 你就是说 您在做节目的时候 您当时说是有哪吒 也来会 不反啊 嗯 那当时我们小时候 看到哪吒 冒海的故事 是真的吗 师父 这种实际上 是经过了加工的 应该有这个事情 加工 像讹诈 他烽火轮这种 在天上你都看得到的 嗯 他就 对对对 他这个法器就是烽火轮 明白了吗 烽火轮啊 就是这样 所以一个人 一个人到了天上之后 如果他是护法 他一定会有 身上有一个法器的 一定是这样 法器的 所以像这个 讹诈这种 他在天上 他做一个大护法 他很厉害的 嗯 他很厉害的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父 再问一下 我们讲 我们有句话叫 天官赐福嘛 嗯 我查了 有的同 我查了一下 天官赐福 天官就是这个 天官就是一品 天官 紫微大地 师父 您以前 录音中说过 天官记录 我们的善恶嘛 功德嘛 是不是我们做了 如果基礼到 一定的功德 嗯 天官 就是一个总的 就是紫微大地 就会比我们赐福啊 是这样吗 师父 实际上天官有很多了 天官嘛 就是说 并不是紫微大地 一个啊 他有很多很多的 天上的护法组成的 天上的文官 你都可以叫天官呀 明白吗 都可以叫天官 是这样 所以呢 天官给你赐福 并不是某一位天官 而是你自己管辖的天官 也可以 你所求的天官 他也会可以给你赐福的 明白吗 哦 那师父 天官赐福是一年一考核 还是半年一考核 他们有时间吗 哦 天官赐福的话 任何时候都可以的 你只要有 都可以了 你只要有特殊的贡献 比方说你做了特殊的功德 家里出什么事了 啊 你可以马上求 天官可以赐福给你 并不是说 天官 天官不是官僚啊 啊 说啊 都不到这个时间 我不下来救你的 不会的 一求就零的 不会的 一样的 哦 那你告诉师父 您说求是直接 跟观世音菩萨说吗 呃 这个概念你有点混淆 观世音菩萨是佛 他是大菩萨 大菩萨你求了之后呢 菩萨也得根据 你自己的功德 和你所修的行为 安排 下面的天官来给你 除非你跟观世音菩萨的缘分 特别深 除非你自己的 在人间的境界 已经进入菩萨和佛了 或者除非你已经 好几世都在求着观世音菩萨 你跟观世音菩萨 如果能接受上七场的话 观世音菩萨会直接来救你 否则的话你得按照正规的路子走 那你就得靠着天上的天官 一层层下来 所以很多人要死快了 他拼命的求菩萨保佑 结果菩萨还得 还得通知 通知天上的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还得发文到地府 地府 用地府来解决这个事情 这样就是按照正常的手续来做 但是呢 如果直接的观世音菩萨 因为你一直在学心灵法门的话 你碰到什么事情 你直接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法律就可以直接了 你这个 这个还要我讲吗 这个你现在明白这个道理吗 你想一想 现在很多的国家机器不就这样的吗 你通过一个总理 直接批文下来 那也能救人啊 你如果总理批给下面的部 部批给下面的省 省批给下面的局 那么再批到他身上 也是解决问题啊 现在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特别喜欢你 下一个问题师傅 如何培养一颗护持的心 护持师傅 护持法慧 护持法门的心呢 护持实际上用心护持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用行为护持 两种 行为护持呢 就比方说做义工啊 帮助别人去开法会了 然后呢 多做功德了 这些都是护持 行为上的 心理护持呢 哎呀 求菩萨保佑啊 法会圆满成功啊 恭喜大家能够成为弟子啊 希望这个世界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心灵法门 利苦得乐啊 这些都是用心在护持 所以心和行 这个两种护持都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叫修心修行呢 就这个道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此理开始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师傅啊 今天有时候听到有人上了无色戒天 亡人上了无色戒天 但是短短时间掉下来了 请问师傅 这是什么原因呢 短时间从那么高的天就这么快的掉下来 有哪种情况发生呢 师傅 一个人的愿力很重要 如果他到了色戒天之后 他很努力 再加上家里在色戒天 家里人还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很多人很很有智慧 他求关心菩萨保佑他的家人 因为台长没过去没跟你们讲过 因为我后来通过那个看图等 我看到很多家人 很有智慧 拼命的把自己家里人啊 求关心菩萨把他推到色戒天 然后呢 关心菩萨呢 再给他帮忙 就是说因为他真的许大远 当时自己的本人呢 在色戒天也是非常努力 那么进入无色戒天了 进入无色戒天之后呢 就是刚刚我跟你讲的 境界要高了 因为无色戒天 它是个空无的世界 它不像色戒天和欲戒天 它还有形有相 到了那个地方 它是脑子里随便你转换的 就是一种虚无缥缈 你看过电影里面 好像脑子里空的 哇各种各样图案都会出来的 就是一种像人家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说虚拟的这个世界了 你想什么就是什么了 你想虚拟成什么世界就是什么 这个时候你就更要靠自主了 你你脑筋动什么就出现什么了 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人更敏感 你一不动好脑筋的话 蹦一下子 你还带着过去的残留的东西 人间的残留那些啊 这个这个各种欲望啊 贪心啊 你很快的蹦一下就掉下来 也就是说 爬的越高摔的越深啊 这个道理 现在明白了吗 哦 你明白了 明白了 但是师父我们有时候就是亡人 就是家里的人 遇到有这么多情况 他们给他们烧小房子的时候 是这样说 祈求观世音菩萨 能够保佑他 让他在天上能够 呃 玩佛法 继续好好的去修行 如果他这样说的话 会 观世音菩萨 会不会派一个 佛法菩萨来在天上 再继续指导他 修行啊 继续往上修啊 有这种可能吗 有啊 有啊 完全有啊 菩萨当然了 你求他 他菩萨有求必应啊 就观世音菩萨说的 对不对 你你如果求观世音菩萨就是 问题就是你看看你是不是刘阿斗啊 哦 你在人间是被推上来的 你在人间是被推上来的 你的根基不好 你在人间做了很多烂事 在你的八十田中当中已经种下了很深的因果 因为你还是在瑟芬萨 因为你还是在瑟芬天 不瑟芬天还没有脱离这个六道当中 你当然还会带有人间的那些烙印啊 对 那你这个烙印只要一成立的话 你不就掉下来了 所以越秀高越不堪走路 你到了很高的时候 你一晃掉下去了 对不对 是是是的 就是当的这么天然也不容易了 那当然 因为到了无色解天的时候 那种虚拟的世界 你可以进入超脱六道的 但是你要是在遇见天的话 你超脱六道就比较困难了 因为太享福了 哦明白明白了 那师父就是说是 我们给亡人祈求的话 就是最好是祈求观世音菩萨 能够度他 能够慈悲他 能够度他 学在天上好好的继续修行 学佛修心 这样这样的话 是比较好的是吧 对你还可以加一句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 让他本性开悟 本性开悟就是 第九意识 就是第九意识 就是说除了阿赖意识之外的第九意识 这个第九意识就是本性的 本性佛就出来了 你当个本性佛出来 他就不会掉下来了 明白吗 这么久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思维开识 师父 就是我们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非常灵 人际关系得到明显的改善 我们师父可以这么理解 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主要是偿还 阳间 关于人际关系 方面的债 是这样吗 师父 再讲一遍 对不起 就是化解冤结 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不是非常灵吗 我们烧了之后 人际关系也得到明显的改善 我们师父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主要是偿还 阳间 就是我们人际关系 方面的债务 是这样吗 师父 对对对对 也还 因为你本身还人际关系 就牵涉到你上辈子的事情 哦 明白了明白了 那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最终的效果 也是能消除业障吗 请师父开示一下 当然消除了 只不过消除 消除了部分业障呀 因为你 人际关系好 也是业障所为呀 那你把他这个业障 对对对 你把人际关系搞好了 你不是这个业障就跨过去了吗 这个结就过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次被开示 师父 你不是以前之前开示过 亡人留下的财产 都是有业障吗 那房产证上 有亡人的名字 我们住在里边 应该应该注意什么呢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名字的话 有业障是他自己背的 跟小辈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你毕竟跟他是有血缘关系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他的业障并不是因为 并不是因为他的名字 你就要不弃他受的 不是这样的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次被开示 师父啊 法会结束后 看到师父 依依不舍得和同修们握手告别 我们真的不舍得师父 去 师父啊 也不舍得和我们翻开 师父您是如何调节 人间的这份爱别离的呢 很简单了 这个要靠自己的一种佛性 因为知道人间一切都是空的 所以师父虽然不舍得你们 但是师父心里很明白 我今天能够多给你们一分这种加持 可能你们以后到天上 就很容易靠着这种力量 能够鼓励你们的力量 其实师父的眼神 看着你们 我就能够给你们很多的加持 这种加持的力量 说不定很多人 因为很多人当时 想跟着菩萨到天上去 跟着观世音菩萨 或者当年 佛陀有五百个弟子 那些弟子 他们都是对佛陀特别的敬爱 所以他们就是很多弟子 就是说一边修 一边就是想跟着佛陀 一起在天上 因为拥有这种的愿力 他照样也可以上去 所以师父尽量给你们 让你们知道 在人间生离死别 实际上它都是一种 都是一种我们说对人间的考验 所以让大家多多的理解这些 让大家多多的感受到人生无常 这样的话 你才会加尽苦修 精进修行 你才会知道 虽然法会很短 但是时间长的是我们的心 是我们的精进的愿力 所以这样的话会鼓励他们 师父实际上就是让他们知道 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没有长久的 你们爱师父也会 到时候法会结束也会离开的 对不对 所以真正的要爱师父的话 跟着师父一起上天 以后一起上天 我们以后退休了 没事了 大家好好修 一起修 一起到时候走掉 对不对 多好啊 对对 因为这种会要 师父我刚 你说 没事 没事你说 师父 就是刚才您说 不是佛陀的弟子 不是跟着佛陀有上天的那种愿吗 比如我们心灵法门同修 就是跟师父将来回天的这个愿 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吧 这个很厉害 这个愿很厉害 这个愿力非常厉害 因为当现在已经据我自己知道 有很多的弟子 他们一心一意跟着师父 所以你去看好了 他们写出来的东西 最后总有一句 跟师父一事修成 永不轮回 这句话也是很厉害 跟着师父要好好修 跟着师父一起永不轮回 实际上这些都是愿力 这种愿力你看它很频繁 但是它时间长了 它就变成一种动力了 那你明白吗 就是像一个妈妈一样 从小看见孩子生出来 这么小的时候 我一定要让他孩子成为一个科学家 从小就把他当科学家 不停的讲 不停的讲 讲到上面长大的真的是个科学家 对 明白了 那师父我们可以发 我们说跟观世音头在说 我们今生一定跟着师父 永断远回 一事修成 可以这样发吗 当然可以讲 很多人已经早就写文章了 平时讲话都是这么讲的 因为这句话其实就是个愿力 是人间的愿力 愿力 很好的 因为菩萨听到你这句话也很开心 因为观世音菩萨 你们跟着你们的师父们不就是上来了吗 上来不就到我边上了吗 观世音菩萨说 你们不就回到观世音菩萨身边了吗 他也开心 是的 他也开心 是的 师父那 真的说 回去了 那我就问 师父啊 心灵法门的净土 除了观世音菩萨 还有哪些菩萨在协助管理呢 多了多了 观世音菩萨你要记住 观世音菩萨实际上 以后的心灵法门就是应该在那个西方三圣这个统一管理的 也就是说因为你就看经文当中也讲 以后的那个世界上的那个整个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有观世音菩萨管的 也就是说西方三圣全部都一起管 你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 心灵法门的这块地实际上就是靠近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那块地方的 就是这样 那师父弟子余传就问一下 心灵法门的净土也有地藏王菩萨在那里吗 师父 菩萨要来随便来 我举个简单例 比方说 有个特区 这个特区是不是属于国家的了 是 你说国家的领袖 任何领袖想去可以了 都可以 都可以 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师父啊 到了心灵法门的净土基本属于几地菩萨呢 你很会问 一样 进去的时候 刚刚进去的时候 也是出地菩萨 到出地菩萨 然后接下去 在这个心灵法门的这个原地 或者跟那个净土中一样 它是一节一节往上升的 也是根据你修的位置 高低 在天上学习的好坏 菩萨做的境界的高低 慢慢的往上升 升为大菩萨 到了 也是修啊 也是修 但是呢 前面的是读书修 修到七集 七地菩萨了 六地菩萨 七地菩萨 基本上很多就要开始实践了 这个实践呢 就跟读大学一样 开始的时候 你不是要读书吗 读书出来之后 还没毕业之前 他让你到某个公司去学习 去实践 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 就有很多菩萨呢 他要到人间 他要来实践 他学佛的誓言了 他就下来了 哦 是这样 明白了明白了 下来之后呢 实际上下来的菩萨 有的很大的 比方说六地菩萨 七地菩萨 他下来 在人间救一 救很多人 救完了 他走了 他上去 他成全 他的这个正等正觉了 无上正等正觉了 他成为大佛了 哦 是这个概念 就说妙上公主啊 寄生佛佛啊 南京菩萨 他一定要下来 否则你说 观世音菩萨在天上 他本来就是个 南等古佛啊 他也就是 本身就是个古佛 他为什么要下来呢 他已经到了很高很高了 他要下来 他成就他的 无上正等正觉佛 哦 就正法名如来 他在天上就是正法名如来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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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很多的 很多的 呃 那个那个称号了 观世音菩萨 你明白吗 哦 正法名如来 他实际上 他已经是一个 很大的菩萨 他这个菩萨 应该已经靠近八地菩萨 九地菩萨 但是 他这个是下来是 为了完全是 在人间救度 这个这个这个 有缘众生 是收回他啊 累生累世 他所拨下的种子 观世音菩萨的种子 是这个 像这种大菩萨下来 又跟那些 修到六七地菩萨的 下来救人又不一样 明白吗 又不一样 那个呢 南京菩萨就很大了吧 师父 南京菩萨 他主要是 他真的很很厉害 他是个调节的菩萨 调节 调节各方面的一个菩萨 实际上我讲给你听 你去看好了 有 你去看 你就不要说其他 你就说 啊 那个 礼佛大忏悔文当中 啊 这个八十八佛 对不对 你看看这里边的佛 对对对 你很多你都没听到过吧 对对对 没没没 听到我度假圣佛和 加达公德佛 加达公德佛是 唐僧 度假圣佛是孙悟空 你就知道这个 对不对 那你 你同样在 多佛圣佛后面 善游不佛 你知道他的故事 对不对 你也不知道 宝华游不佛 是什么佛呢 对不对 我知不知道 这个你就不知道 这个 比方说 纳罗颜佛呢 公德华佛呢 也知不知道 这种 离构佛 勇士佛 清净佛 像这种佛 你知道他们 是多少多少 是修上去的一个 大菩萨 对不对 他们这些 已经成佛了 已经是成为一个 无上正等正觉的佛 他们也是 累生累世 到各种星球上 去救度众生的佛呀 现在明白了吗 你以为就我们 一个地球啊 我们 你看看 从我们的概念来讲 我们应该说 这么多的佛 应该把 那个 我们的 释迦牟尼佛 一个放第一位吧 佛陀啊 对不对啊 那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 在这么后面啊 知道了吗 你再说一下 师父 你得听清楚 就是说 为什么 在这么多佛里面 释迦牟尼佛 在当中啊 他没有放到第一位 如果从我们 人间来讲 我们应该 是不是把释迦牟尼佛 应该 从礼佛当前 我们应该放到 第一位菩萨 对对对对 现在 为什么 这种原因 懂不了 因为在释迦牟尼佛 他在天上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 很多的佛 释迦牟尼佛的佛 到了 各个星球 三千 大千世界 各个星球 他们去度很多人 他们成为 无上正等正觉 在天上 这么大的佛了 所以 释迦牟尼佛 只不过是 到了这个地球 来传达了 就跟其他佛一样 给人间带来了 这个佛法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听得懂了 因为有三千八千世界 地球只是一个 小的部分 很小的一个部分 只是地球来的 比方说 是释迦牟尼佛 来到这个地球上 来到印度 那么来 弘扬了这个法文 那么那个普光佛呢 那么普明佛呢 这些佛呢 可能是到了 其他的星球上 像佛陀一样 在救度众生的呀 所以他们成就 成就了佛果 所以他们成就了 他们无上正等正觉了 所以他们成为大佛了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谢谢 谢谢师傅 开始 这些在对面 还要一听 还要把体 还要放起 师傅 所以 要多学呀 很多人不懂啊 真的 自以为 哎呀 自己很了不起啊 怎么怎么 其实这个佛法真的生 好如烟海啊 不是说人 人的智慧 所能理解佛法的 所以用人来说佛法 你肯定有误的 你要用菩萨的境界 菩萨的智慧来说佛法 你才能不会失误啊 是的 哦 明白了 师傅就说的 我不知道 说到佛法无边吗 是这样吧 对了 没边的 哦 那师傅 师傅节目快结束了吗 师傅 差不多你讲吧 哦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 师傅 嗯 就是 师傅 您在节目中说 度人的时候说 吃婚念经 没关系 之类的话 属于罪业 那请师傅开始一下 我们度人碰到 没有吃全素的 应该怎么说 才如理如法呢 请师傅开始一下 你只要 你不要讲就好了呀 嗯 你不要讲 你不要说吃 吃婚可以念经 你不要讲呀 你让他讲呀 他说 哎 我还吃婚可以念吗 你说可以 就可以了吗 哦 你如果自己跟他说 哎呀 吃婚也能念经 那你就有罪了 哦 因为你自己吃素 师傅 我们这样说 我说 你们先初一十五吃素 呃 慢慢的学佛法 慢慢的修 对 慢慢的修 等到呃 缘分成熟之后 再许愿吃全素 因为菩萨是喜欢干净的人 你许愿吃全素之后 你念的经文的质量会好 这样说可以吗 师傅 那当然可以 那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啊 哎就可以 哦 哎 这样的万般 你就更容易圆满一点 软绒一点 明白了吗 圆绒一点啊 嗯 天上的菩萨多得不得了啊 他也是分管辖的 分各个地方管的 你看看他们西方教的菩萨 我都看见啊 在天上啊 哦 天上的这个耶稣也是很大很大的菩萨 很厉害的啊 哦 那师傅 嗯 圣马利亚 圣马利亚是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 人家说是 呃 这个东西最好不要在广播里讲 好吧 嗯 这个因为 缺少到很多其他的法门 师傅是不讲的 其他的宗教 怕被人家讲不好的 这种东西嘛 是的 有的东西呢只只能因为个人理解不同吧 好吧 嗯嗯嗯嗯 因为每一个宗教有每个宗教的过法 对 对 嗯 好的好的 啊 师傅 今天网站提就外来的 感恩师傅 慈悉开事 感恩您感恩观世音菩萨 师傅 再见 师傅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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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的节目就到这 结束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 今天打不进电话 听众的明天 星期六五点钟 可以打看图腾的电话 广告之后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